不光是两个人在一起找到了一种支撑 同时呢 他们俩有个孩子 是的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既高兴又担心 怕他这样身体承受不了 我就说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吧 就是我们2014年嘛 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就说感觉不舒服过来一段时间 然后当时去检查了 就说我怀孕了 医生就说你这样的身体呢 是不介意你要孩子的 第一 我的这个病会加重 还有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原因 怕孩子不健康 我心里也是很害怕 我害怕倒不是因为说 医生说我会给我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 我就怕孩子不健康 自己一辈子这样了 我不能再去连累我孩子呀 当时我也想了很久 我就说不管有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承受 只要孩子健康 但是你怀孕应该很痛苦 就是到了五个月以后 也出现过两次比较危机的事情 有一次晚上睡觉了 都准备睡了 我突然就是不能呼吸了 感觉快要窒息了 堵住了 我就说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呼吸不了了 后来过来一会儿 缓过来进了 然后第二天去医院 医院就说孩子大了 顶到了我的心脏 会导致呼吸困难 然后又吸氧又观察的 还有一次就是中午他在给我做饭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说我是不是不行了 我说怎么看不到了 我就赶快叫他 他过来扶着我 然后过来一会儿又好了 是正常生产的吗 泼妇产 九个多月吧 因为到最后一次 也就是我怀孕中 遇到我感觉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一次去检查 躺在那里 那个做笔操的 就平时的话 十分二十分钟就能做好 那天做了一个小时都没做好 一直在那里 就是在我肚子上推来推去的 而且连续换了三个 第一个给我做了一会儿 感觉什么不行 又换了一个 反正他们当时说的 他们本地话我也听不懂 然后又换了一个 他就跟我说 他说孩子 那个头长得不是 发育得很好 就是有点长 当时都八个多月了 我心里那一次 我那天 一个晚上我都没睡 我就默默地流泪 我就说我坚持了八个多月 都说没问题 为什么到快生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情况 然后医生就说 让我建议我去更大的医院 再去复查 确实有点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长期蹲着 因为快生的时候 孩子的头在下面 我长期挤压的 后来生下来健康吗 健康 六斤二两 那很标准吧 对啊 对吧 六斤到八斤之间是最标准的 对啊 对吧 小子还是闺女啊 闺女 然后那天 去要做手术了 医生把种种的那个危险 都跟我们说了 他说 我的这个身体情况 可能会有很多突发情况 因为我的这个腰椎不能弯 没办法打那个局部嘛 只能拳嘛 但是打了这个拳嘛 以后我就醒不过来了 都有这种可能 我说反正 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让他签了很多字 好在所有的事都过去了 对